法定人數不足 是否所有媒體都有新聞稿 好 我們再等四分鐘 可能未來的媒體 我們答正答半便會開始記者會 好 好 好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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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三點半了 首先很感謝在場這麼多媒體 會抽空過來採訪我們這次的記者會 我們記者會也一如採訪通知所所說 就是關於我們早前有兩名成員 在中國大陸被強力部門、國安的人員 去扣留和禁錮 還有一些恐嚇的成分 這次的記者會 我們就最主要是 剛剛派發了的一個 我們的新聞稿 裡面是有詳細寫了 兩名成員在中國大陸面對的 那些拘留的詳情 以及我們的一些訴求 而在新聞稿裡面 也有一些示意圖 包括他們用的一些用具 以及他們在拘留的時候 那間房間的佈置是怎樣的 就被各媒體作過參考 另外也有媒體問到 兩名成員現在怎樣呢 其實他們兩個已經安全反港 在過程當中也沒有任何肢體上的傷害 但是當然過程他們是受驚 而國安也是在過程當中提到 如果有需要的話 他們是會去香港再找他們的 那這個正正就是我們擔憂的事情 而過去其實我們也聽說過 很多香港的政黨 或者很多公民團體在中國大陸裡面 也會有被邀約喝茶的那些狀況出現 我們也相信 我們香港眾志這次面對的事件 未必是孤例來的 那可能會有其他相關的政黨 都可能面對過類似的狀況 但是在我們之前也做了一些資料搜集發現 其實好像這次 如果大家看下去的詳情就會知道 有一些威嚇的成份的會面 其實是比較少見的 而過去也比較少有公民團體 是很直接地說出來的 我們也是希望說這件事情出來 引起公眾市民的關注 而補充最後一點就是 面對著大陸這些強力部門的威嚇 香港眾志的立場都是不會退讓的 而我們也有責任和義務 去跟公眾說回我們面對的狀況 香港公民社會的問題 以及敦促香港政府有應有的行動 相關的詳情都寫在新聞稿裏面 接下來 之鋒和Ivan都會去講一講 那兩個事件 以及會講一講我們的訴求 以及一些關注的地方 讓我回到英文 首先我們會在廣東話上 在廣東話上 然後我們會在英文 所以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 你們可以在討論的題目 事不宜遲 好 那我就首先用中文去講 兩件事件的一些簡單的經過 第一個事件其實發生在三月的時候 在三月尾的時候 其中一名我們的眾志成員 就是探親的目的 是回到中國大陸的 其實是在一個深圳高鐵月台那裡 是遭到十名的國安人員帶走 就帶到去深圳的派出所那裡 在國安人員開始去做一個盤問之前 其實一度是要求我們的成員 坐在一個安裝有手扣和腳療的椅子上面 那這個是一個示意圖 那這個是我們之後在一些網站上 找一些不同的關於一張椅子的資料 那名成員表示 這個就是一個最近似的一個圖樣 那這個就是犯人椅子的示意圖 那國安人員是要求他坐上去 但是在多番拒絕之後 就是不需要坐上這張椅子 才開始盤問 但是仍然就是在一個犯人欄的後面 進行這個盤問 那大家的新聞也會看到 其實那位成員是在一個犯人欄後面 去接受盤問的 那關於那個盤問的內容呢 其實國安人員就查問了 該位成員加入眾志的原因 日期 他在眾志裡面的工作崗位 也都要求那位成員寫下眾志的成員名單 以及我們守身職員的名單 那也都是特別去問了三個眾志成員的 國安才加快整個程序 令到他可以獲得釋放 那最後的階段那裡 那這位成員是有向國安人員 希望拿回一份不錄的內容 但是國安就表示我們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那就沒有給到一個不錄的內容 那這位成員 那也都是其實是 作出了一個威嚇就是要求 那這位成員寫了一個保證書 希望就是說不准他講這個內容出去 否則就會執法的 那當然他沒有說明是執法 也沒有說明他有什麼法律基礎 去禁止這位成員 就是行使他一個言論自由 最後就打指問作實 那整個過程差不多三個小時之後 才是離開到派出所 而這位成員也都是回到香港之後 是曾經收過國安人員的來電的 那這就是三月的那個事件的經過 那之後去到今年的八月 再發生同類型的事件 是另外一名成員來的 那他就前往中國大陸 那在要回來香港的時候 差不多回來香港的時候 就在廣州的火車站月台 就被一班的國安人員 那是由多輛的七人車去走出來 那展示了他的那個證件 就說有人舉報他在大陸搞事 那就帶走了這名成員 那在帶走的時候 其實已經即時是 就是搶奪了他的手提電話 那就帶到廣州的這個樓花賓館那裡 那就是一間房間去扣樓 那那個房間其實本身已經是 國安人員已經準備好一些錄影的設備 那還有他的桌面也都放了兩疊有關 國家安全法和間諜法的一些法律文件 那那名成員就被要求坐下 然後呢 他認為國安人員是為這名成員 是帶上一個類似測方機的儀器 那這位成員就形容是一個儀器 是帶在他的手指上面 還有他的座椅 都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座戰 那他就認為這是一個類似測方機的儀器 那就開始盤問了 那我也都簡單去說一下這個 他的平面圖 這個平面圖就是那位被帶走的成員 他是事後記錄出來的 好 那當他帶上了這個類似測方機的儀器之後 那就開始整個盤問的過程 那包括就是國安要求他交代他在 眾志和學民思潮加入的經過 要求他交代他在這兩個團體 以及雨傘運動裡面扮演的角色 也都問到他就是過去一些行動的內容 包括是對張德綱的示威 十一的國慶示威 以及習近平來香港的一個追擊行動 那國安人員就用習老闆去稱呼習近平 那也都有問到這位成員是否有參與的 其中 然後就開始要求類似的提問 就是要求他寫下眾志的一個成員的名單 還有呢 當時因為他的手機 一早已經被國安人員搶走了 所以國安人員其實是要求他 按著手機裡面的一些內容 逐個去核對 也都要求寫下一些聯絡方法 那國安人員在過程裡面呢 曾經威脅過的話呢 就是如果不配合呢 就會有時間搞啦 也都詢問這個成員呢 是不是支持撞毒啦 也都指控他呢 他加入這個眾志支持自決的主張呢 已經干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啦 那最後的階段呢 也是威逼這位成員呢 是簽署了一個悔過書啦 那還有呢 國安是利誘這位成員呢 希望他繼續為國安人員提供 關於眾志的內部資訊 那麼就聲稱有這個 線人費啦 訊息費呢 是可以給他 那麼這位成員整個的 查問和扣來的過程呢 就是長達五個小時的 那麼在第二天呢 才回來香港 那麼這個就是兩件事件的一個 簡單的經過啦 那麼其實我們認為就是說 雖然過去都有一些 所謂的飲茶約談是針對公民團體的 那麼但是 這次事件不同的呢 就是香港眾志這兩名成員 其實都是因為他自己工作的需要 或者探親的理由 回到中國大陸 那麼在中國大陸呢 其實沒有從事任何的政治活動 那麼但是就受到 就是國安人員的一些威嚇式的查問 也都是所謂刺探眾志的一些 內部的內容 那麼我們見到呢 其實就是說 我們成員在中國大陸裡面的人身安全呢 是受到很大的威脅的 那麼其實我們相信就是香港政府 應該是跟中聯辦 和中國政府呢 是作出一個抗議 就是要保障回香港市民 在中國大陸的人身安全 我們也都不接受 任何形式的威嚇手段 我們也都希望澄清 就是保安局可以澄清就是說 國安人員在香港進行查問 以及偵查的工作 其實是不是一種跨境執法呢 如果是的話呢 應該是嚴格禁止這種情況 因為這兩位成員都遭受到一個情況 就是說國安人員聲稱 他會再在香港接觸他 也都事實上 第一位成員 即是三月被扣留的成員 是收到國安的電話的 那麼我們希望保安局就是 就是嚴格禁止任何這種跨境執法 即是一些所謂的徵巢 或文化工作呢 都不應該發生的 那麼跟著我就交給之鋒去補充 或者和英文的內容說回來 兩位成員從Dambosisto 被捕捉了 和被捕捉了 被捕捉了 被捕捉了 中國政府的保安局 在末年和末年 這個年 我們知道 是 幾個月前 計劃了 美國人 已經在這裡 被捕捉了 去警察 在商人 莊俊 被捕捉了 去摘捉了 張掙扔 在朝人家 都被捕捉了 他協會跨掉 不會任由 在這個採賊 裏 他們會開始 開成的 廢acco Democisto have been questioned about the experience during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d also different actions during the visit of President Xi and other Beij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what we are aware is from whole of the process, from the government side, the security staff just continue to try to ask the list of members of Democisto, at the same time would like to ask more detail or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e political party operate. And finally, refer to the cases in March, the security staff just take the fingerprint of that member and ask that member to draft the statement. And for whole of the process, for the cross-examination, it takes around three hours. For the second incident that happened recently on this month, what we are aware is the member from Democisto have been forced to take away the mobile phone on the train station. At the same time, have been brought to the hotel to start the cross-examination. And even for the security staff, try to use a lie detector and to express that if that member do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for whole of the process of the cross-examination will require long and long time. And for whole of the cross-examination in August, we are also aware that the staff have mentioned about Tibet independence and also the efficacy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what we are afraid is under this kind of hard line of presidency, this kind of situation will be more common in the future.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two members from Demosisto, they are not anyone who is really high profile. They have never been arrested in Hong Kong. It might be the first time for them to face this kind of detain, threat and also cross-examination. And I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that it's a must for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respond o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In the previous day, perhaps some of the NGO workers work in mainland China might face a question and detained by the China government, by the security staff. But it seldom happened for some of the low profile members or activists in Hong Kong being detained in mainland China. That's the reason for us to hold this press conference and also condemn to the government decision to detain Demosisto member in mainland China.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 如果是Logal Files,很低調,有沒有被捕捉過 會否覺得可能是人家不敢承認 將這個名單,重置用單給了他們 讓他們去隔離證 我想我們沒有辦法揣測他 由什麼途徑去取得我們的成員資料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 可能他們都基本掌握了某些資訊 所以我們今次開記招的目的 就是想告訴公民社會或者香港市民 其實現在在香港參與這些政治示威抗議行動 都已經會面對著一些在強力部門的對待 我們都敦促香港政府應該要有相應的回應和抗議 最終是要有相應的回應和抗議行動 可能要選擇這個情況再加上一些影響 另外,他們都說了他們 因為是私人還是安全問題 所以他們去看為什麼他們不親身 是否又有相應的回應 首先,香港眾志是在處理這件事上 會以當事人的人身安全 還有他可能會面對風險作為最大的考慮 所以都必須請部分媒體原諒我們 沒有辦法將很多的詳情披露出來 因為在過程當中,在盤問過程當中 的確那些國安是很清晰地表達了一些威嚇性的訊息 所以有一些比較詳細的內容我們都沒有辦法公開 包括那兩位成員都很難可以直接來到這裡回答問題 或者會提供更多的資料 至於為什麼3月的事情現在會再說 因為當8月有第二位成員被拘留的時候 我們內部都談了很久 也徵詢了相關法律的意見 以及可能問了其他不同團體相關的狀況 兩位成員都覺得有需要將事情說出來 一來公眾是有一個知情權 二來都認為事態也是嚴重 他們都願意將他們所面對的事情說出來 去警惕公眾社會 從RTHK, what were the threats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gave to the two members? Did they talk about visiting them and Hong Kong did they actually know where they live in Hong Kong? we are not sure those security staff know where those members live or not what I mean is it's hard for us to clarify for China government whether they have the full address of the members of Damosisto but one thing we know is for the security staff they have tried to call the member of Damosisto they have detained in mainland China a few months ago at the same time it's hard for us to ensure everyone's personal security and safety once they have been involved in street activism in Hong Kong if they visited mainland China might be threatened suddenly and it's hard for us in the future to estimate what will happen What was the message that were given to the two members? Were they told not to disclose this issue? Or what exactly were they worse than they were told? Well, for the member that were detained in these two events the security staff told them that well, works kind of like for the Damosisto member you better be careful when you go back to mainland China works similar like this and other than that we are fully aware of some other incidents that maybe for some of active participants in China's activism or like kind of supporters in Hong Kong there are similar events that for the security staff or for the bureau in mainland China they have members coming across the board and coming by to Hong Kong and maybe go to their company and ask them to meet with them so, well, of course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bureau knows the address for these specific two members but there are precedents that they got information for this kind of privacy for some Hong Kong activists or people related to the civic society in light of this incident have you had to make a reassessment of the risks of going into mainland China? would you have any new recommendations for members in the future? would you urge them not to go into mainland China? and, you know, how shocked were you when this happened? and do you have any sense for what the authorities were trying to do by detaining your members? was it a scare tactic? or were they trying to gather information? or, you know, they clearly didn't arrest the members and keep them in China which could have happened I think it's definitely a scare tactic that they want to send a message to Demosisto and also the civic society in Hong Kong by detaining these two members saying that you guys are not welcome in mainland China and if you came to mainland China that you may be imposed by the same threats and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keep an eye on these events because we are not just talking about a simple dialogue with no harm, with no threat but we are talking about our members being detained with a hostile attitude from the Bureau so I think for us, of course, we are fully awar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mainland China but sometimes, for example, for the members in Demosisto who have never been arrested who are not famous, who are not high-profile at all for them, they may have to go back to mainland China because of family issues, work, etc. and for now, of course, we remind them that they may face the same threat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sometimes for them, it is often that they have to go back to mainland China so I think for now, we better reassess the risk of that and I hope tha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ls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y should end in accordance to these events how does this affect your activities work for? during Umbrella Movement or after Umbrella Movement there might be members from student activist group being blacklisted to enter mainland China but never experienced any cross-examination or question by security staff refer to the experience that we share today what we hope to let the world know is in the future, if any youngsters need to continue to be involved in street activism or fight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we might need to face more threats what I mean is even some of the members or volunteers from Demosisto perhaps due to their personal or family reason they still need to go back to mainland China for some of their personal duties but with this incident happen we have already recommend every members in Demosisto to reassess and to consider how to arrange personal duties on whether they should regularly visit mainland China or not and one point I would like to add is I'm not totally surprised with this kind of incident happens but when the security staff have forced the member to sign an apology letter I think it already showed a clear signal the scenario changed already once we involved in activism even you just visit mainland China with your family members you may still face under pressure do you know if you believe that you're being followed or monitored here at Hong Kong have you seen any evidence of tha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has it been very hard to do with that? well, for the member that was detained in March the member actually received some calls from the Bureau in mainland China and asked for continuing the help by yes, afterward by giving them some information on Demosisto sorry? is well, I think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members like Joshua and I and Ivan were being constantly watched and if we observe that very obviously then they are not doing their job well so I think what we I think what we what we really concern is we've got new scenario here like what Joshua said for the past experience we have never experienced things like we have member travelling to mainland China and doing nothing but they have to put their signature on the apology letter and being threatened by such scare tactics so I think that is the important message that we want to deliver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yes yes thank you yes 社會令所有那位成員有受到影響 在八月的事件 那三名和人有人都是 跟我們那個成員一樣 都是被帶去盤吻 但其實那三名有人 都不是所謂公民社會裡面 或者政圈裡面的人 所以我想他們面對的事情 可能都是會受驚 但沒有一個好像我們成員 面對一些比較遺憾性的言論 而關於三月的事件 其實這個正正就是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才決定說出來 一來事態有新的發展 我們有兩名成員都是面對這樣的狀況 我們跟他都相討了很久 都問過一些法律意見 當然他本人也是會承擔一定的風險 是願意跟我們一起把這件事說出來 所以我們都必須要一方面 都是要感激很多面對風險 都會願意公開這些事情的人 令到公眾可以有止情權 這部份資料我們都不會詳細公開 但是我們內部也有評估那些風險 還有一些方式の資料 這是我提到最新的事件 我會說明isto有關職業的影響 很多內地人公司 這根本會有許多香港公司 在公眾刊登上日本的事情 是香港公司 所以那些視野區公司 這樣這次民意大會خت里面的問題 有關職業的問題 有關職業的問題 Ос不確實力不斷地 是香港公司 所以我們認為 需要表現消費 所以要再發出 Carrie-S comin 對縛 我替你這是哪一個媒體 對不起,是哪一個媒體 特別對一個括� 她要再發生 dentro的 可以讓人聽中 還有說 打過多少錢,大概有多少錢 是否每次都是國民和平民 我想問一下否則是兩位成員 是否同時的國家成員 當中和國安那些 現在我們不會公開 但其實我們沒有透露到任何資訊 也沒有任何合作 所以我們內部對於這些事情 都是有一個很詳細的檢閱 而且都是放心的 當然面對著這兩位成員 他們其實都不是一些大家想像的骨幹 剛才我們也說了 他們是沒有被控 也過去是沒有面對過這些 類似監禁或者盤問的事情 我先問一問 第二,即8月的時候 你們有一個國安人 之後他有展示到你們的國安人 之後他有展示到你們的國安人 後來帶他們去崩盤 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展示到一個國安人 另外就是兩次都是 他們都受到這些威嚇性的文化 會不會有其他選擇 會不會有其他選擇的 會不會有其他暴力呢 首先 兩位成員都沒有遭到肢體上的暴力 另外就是 兩位成員都有看到證件 但是 我想一個很普通的香港人 都很難去辨認到證件 到底是真還是假 還是被人拘捕到上車 還要去證明自己的身份 這個對他們來說也是挺困難的 而那些傳媒朋友 都可以打聽一下 就是拘捕去樓花賓館 是否一個常用的策略 我也不清楚 那你的訊息有沒有什麼原因 會不會放給他們 基本上都是 那些國安覺得文化完結 那就放他們走 是 那我跟你們的理念 可能是自主這件事 我看過你們的理念 香港人的分別 所以不可能 那天後你們會不會 再回大陸 或者再回大陸 那天後會不會再回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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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地說 就是 參與香港民主運動的人 去回大陸 那人身安全的問題 當然是越來越明顯 那至於是否違反任何的法律 我的回應是 那大陸根本沒有法治可言 大陸的法律 那他們對法治的理解 和我們對法治的理解 完全是差天共地 那未來 正如剛才我和英文所說 我們香港總治內部 每個成員個人的狀況 以至組織的整體發展 都是會去評估 那麼我們要求 未來中國大陸 國安系統 或者是強力部門 對於我們每位的成員 以及社會運動 或民主運動的參與者 帶來的威脅 那我們都是會謹慎地去應對 小小補充 香港的公民 無論是香港 作任何的政治參與 或者它持有任何的主張 其實它在大陸 中國大陸裡面 是沒有任何違法的舉動 也都沒有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那我們是完全看不到 今次國安人員 作出這些舉動 其實有什麼法理基礎 這些眾志成員 他們在香港從事的政治行動 或者他們的信念 是完全不應該成為國安人員 這樣去行事的理由 任何相關資訊 我們都不會公開 不好意思 那當然我們在事後 都已經很鄭重地提醒了各位成員 但是我們都會希望他們想清楚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用一些很俗的成員 要這樣說 就是紅白意識 有很多事情 其實以一個人情的角度來說 很難是完全用一個組織的名義 去禁止他們去有任何行動 但是當有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們眾志都會全力去支援他們 問一下 因為現場的情況 可能都是針對你們的 即是針對國家領域 其實現在來的就是 會不會影響到你們今年的 可能自民民的公主呢 或是第一 第二就是 會不會都可能再檢視 或者是有甚麼情況 如何去保護 香港從事成員 因為自從現在說到 就是花見執法的問題 可能會有 即是不直接打給你們 都會有這種情況 會不會都有些事情 做一些 如果加強到島內的保密程度 或者會擔心有甚麼反陣透 香港眾志 香港眾志一直都有相關保密的措施 去確保一些組織裡面的成員名單 會議紀錄等等的資料外洩 而如果說 關於每個眾志成員的安全 我們只能夠說 我們當然會有相應的措施 包括是如果他們未來有機會離境 去到一些相應的地區 或者是國家的時候 我們都會了解他們的往返的詳情 去多少日 來會的航班等等的資料 但是其實保護香港市民的責任 其實應該落到香港政府身上 面對著這種出現跨境問話 或者跨境偵查的情況 是愈加常見 而出現的層面 不是一些所謂非常高知名度的政治參與者 而是一些相對低知名度 只是政治團體的成員 亦都受到牽連的時候 亦都是反映那個打擊面擴大 但無論如何香港眾志 都是會有相應的措施 是去謹慎應對 是當中的交通貿易事 發生的問題 what we try to do is after two incidents happen we have consulted legal opinion in fact we have considered whether we should express and let people in Hong Kong 在世界上和世界上和世界上和世界上的事件 因為我們可能會有一定的零件 或許多的壓力 或許多的壓力 可能會發生之後 這個事件會發生 每一位的Demosisto 都會在中國的未來 但我們仍然想說 因為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 我們知道 在世界上的核心 我們需要 takes to reflect and also reassess on the new tactics to respond to their hard line suppression. 首先關於國安,他們在文化當中都會有什麼暗號 而我也相信就算有個電話號碼,也可能是太空卡的電話號碼 大家都很難從這方面去著手 另外,對於政府的行動,我們都在聲明當中說了 最主要是希望保安局會否知道國安的強力部門在香港行動的資訊 以及面對香港公民在大陸遭遇到禁錮和威嚇 希望香港政府會向有關部門表達相關的看法 我想問一下第一位成員上去探親,第二位成員上去探親 第二位成員在大灣區的城市裏面出事 這件事會否跟大陸政府鼓勵香港人上大灣區發展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我認為他們不論是探親還是公幹 上去的目的都不是任何他應該會接受這些對待的任何關事的因素 而我們更加著眼的是,不論他用任何目的上去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觸犯那地方的法例 不然就一早拘禁,拘捕了他 但是就會遭到這樣的拘留和威嚇 而且他們都很明顯想發放一個很差的訊息 一個有威嚇性的訊息 就是說中資的人要小心一點 我相信面對這樣的狀況 香港市民都要很留意這些政治局勢的變化可能會更加大 而香港公民社會所面對的一些壓力 在習近平的強硬路線之下會越來越大 至於大灣區那裡,這個都很難回答 因為大灣區還存不存在 你都可能要問一問習近平,現在他都收斂了 所以這個可能要問一問香港政府 請問問兩位成員有否追求 還有另一個問題呢 就是為何對於人家的影響 我們自己的影響有否追求 去看我們發放的聲明 其實我們都有提到 其實第二位的成員 他是退出了香港種子的 這個當然是涉及他個人的考慮 問問會不會令到 有志投身政治工作 或者民主運動的年輕人 加入眾志會面對更大的阻滯呢 其實在北京 自從去年開始 由DQ 到封殺參選 民族黨都被取締 其實從來青年人要在民主運動上 在抗爭路上 當然加入眾志會面對更大的挑戰 但是回應剛才的問題 關於大灣區那個 大灣區未必有一個很直接的聯繫 還有近來有關大灣區的宣傳 因應相對的國際政治形勢減少了 但是有一點必需要強調的是 其實國安系統要去掌握 一些香港政治參與者 在大陸的行蹤 從來都不是那麼困難 但是近來正如大陸那邊 都在說 會將港澳居民來回內地的通行證 變成新聞證 直接將香港的居民 納入社會服務系統 就是電子的資訊平台 我們都會憂慮 過去其實要掌握 香港政治參與者在大陸行蹤 已經不是那麼困難 但是在未來 隨著這個所謂的回鄉證 變成了身份證之後 其實要去掌握行蹤會更加容易 這樣也會有一個政治上的考量 很明顯 第一位是沒有的 而8月份那位就已經退出本會 有否其他人都因為這個事件 擔心而退出呢 還有也想問 就是3月那位成員 他回來之後說收到一個 國安案件 大概是多久才收到這個電話 還有那些電話顯示的時候 是香港的電話 還是沒有顯示的電話呢 還有你們會不會去信國安局 要求重新也好 再也好去處理 首先我覺得其實香港眾志 在成南以來都面對了很多的波折 甚至是威嚇 至少掛著我的名字都沒有辦法參選 或者我們現在很多運作上都出現困難 譬如說沒有辦法申請成為公司 其實很多成員都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跟我們一直都是同行 所以我對他們都是很有信心 另外關於第一名成員 他接到那些國安的電話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有個電話號碼在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這個都不是任何一個可以值得去處理的地方 因為我們都相信他們自己一定會有相應 國安他們自己都一定會有相應的措施 還有我們都希望大家要關注的地方 就是他們在大陸所遭遇到的那些 面對到的狀況 還有希望香港政府是會 因應著這些狀況作出相應的行動 至於會不會是發信保安局 我們遲些都是會考慮這樣做的 我相信國安在香港 都不是一個新聞 不是一個新的新聞 所以我們在香港的行動 大家都不能夠覺得完全沒有人去看 沒有人去關注 這些對於我們來說 或者對於那兩位成員來說 在香港人身安全的確 都是有一定的風險 這也是他們要面對和考慮的狀況 其實正如我們那個聲明所說 我們現在是希望保安局去主動去回應 和澄清究竟這些偵查和文化的工作 究竟是不是一種跨境執法 如果是的話 保安局旗下 也包括警方 絕對是有責任去阻止這些事情發生的 因為這個法律是不容許的 跨境執法 正如阿聰一開始所說 其實我們眾志即使遭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的原則都是不會退讓的 我們以後策劃自己的行動 都不會說因應這次的事件 而有任何的改變或者退縮 對 那三次 三年左右 那次 那位成員 就給他 補出三位 那三位成員 那三位成員 是誰 這些內容我們都不會詳細公開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因為大家都明白基於安全的考慮 當時和文化現身 但是我們可以預示到一些狀態 或者可能在文化現身 都會覺得 即使不是造假 因為都沒有人性 你們原來會否認到 保安局可能沒有人性 這也是我們一個兩難 一方面我們看到 在文化當中 其實有一位成員 都說被威嚇 說不可以說出去 另外 我們都會擔心 就是跟那個成員溝通了之後 他會面對更大的壓力 另外當然我們都明白 就是一定是會有 你所說 就是關於一些 建制 左派會質疑這件事 所以 當未來我們可能會說 跟保安局聯絡 即這些狀況 我們會再很仔細地研究 即我們會有些什麼資料可以提供 而 也都很老實地這樣說 即當 可能會有一些新聞 或者譬如說 真的會有些什麼 國安來到香港跟他們接觸 可能那時候甚至已經太遲了 那麼我們就首先 希望公開這些資訊 而 也都不單止是跟香港的市民 或者公民省會說的 都是 我相信這些大陸的強力部門 都是會看新聞的 那麼就會說 其實我們一直 那個理念都會繼續堅持 那麼這些事情都沒有辦法 是 這樣去妝嚇到我們 好 想問還有沒有記者朋友有問題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